共同理念 全民發聲 MyRadio2011 同慶眾分享有上世紀80年代至今日的地區工作經驗 由街頭變岸至鐵路興建 一日移民為伴 人民力量 主持陳偉劍 逢星期五晚十至十一時半 MyRadio強勢出擊 踢手專制 爭取自由 促進民主 改善民生 維護民權 身害百年華滄桑 主持 麥葉成 謝二芳 身害百年華滄桑的時間到了 我是謝二芳 我是謝二芳 我是蔡葉成 大家好 我是麥卿 港澳辦 黃光雅訪廣 搞笑版訪廣 招呼了三天 黃光雅國務院的港澳辦主任 走到香港視察民情 結果連續三天就鬼鬼祟祟 讓我們覺得 源頭都是床頭露尾 我們打算表達香港市民的意見 釋放一下 賴美美 釋放一下 劉妖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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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找不到 那天他第一天來香港 星期六來已經在公喉 公喉在軍月酒店對面 那些差勞風到不得了 二百多人 真是怕我們吃了 只有十多人 黃光雅又不好味 只有鬼人吃水 他的車經過鬼鬼祟祟 走後門 真是失禮任共 真是慘 堂堂所謂強國 強國的 我們中國叫強國的 廣告辦主任 走後門入酒店 真是死不死了 真是趕出來收鑑 但會不會與他無關 你釋放一下 他不與他無關 這真是問題 現在的問題 焦點是 你收下意見 他說明是收風佬 來香港收下民意 怎知道他來到香港 就完全 要不就曾蔭權 安排一些 特區警察 大陸可能走了後門 他會不會收民意 是收三個鐵三角的民意 我想也是 鐵三角的民意是比較強的 我今天看電視 天水圍 五分鐘 天山村街市投落 五分鐘 又沒有幫襯 二五分鐘 這真是搞事沒有幫襯 真是搞事 搞到街市人說沒有生意做成 上午的工作真是慘 你招呼了三天也看不到他 也看不到 那最後 可能他坐船走 在港港的碼頭 我們就說說下面有個社群 旁邊整個示威區 終於看到他的車經過 那麼不幸運 他的車經過 我想他可能看到我們 可能看到不到 有了 那這一局就大跡了 真是任權 終於被黃光雅見到 香港市民原來是示威 可能他收到封 又說香港市民 哇 很多人很歡迎他 可能呢 因為那晚吃飯 他下午吃飯的時候 很多人很開心 吃得很開心 終於露體到真相 原來香港市民 原來要 不是這麼歡迎他 向他表達一些意見 歡迎不歡迎也說不上了 又是表達一些意見而已 居然原來他 哎呀 真是錯手能機 上一旦沒辦法 麥兄也很辛苦 黃光雅訪問三天 你就三天都招呼他 最終三天了 好了 先說一下 然後我們上個星期六 我們參加了我們半個主持 人網六周年的台慶 相當不錯 我被人打到皮皮膚 是嗎 你好像是嗎 我是這樣 開心了 也開心的 大家都覺得開心 我隔壁有些年輕人過來 就招呼了我 招呼完我之後 招呼完我之後 看到麥兄在這裏 又很開心 又去招呼他 然後麥兄另外一個朋友 又出來護駕 結果招呼他又想起來了 哈哈哈哈哈哈 那些年輕人都可以喝 俊興 俊興是開心的 真是 那晚八十歲的喝酒也很厲害 很厲害 那些 會不會這麼喝酒 是不是在香港喝酒免稅呢 不知道 可能真的有 食煙是免稅 食煙是免稅 對 所以現在立法會在談 對 移民在外面 不停 大哥 你煙又抽重碎 酒就免稅 對 老實說 酒能亂性 那個危險程度 其實 高的 都比煙大 煙可能會有癌 但可能是若干年之後的事 是慢性的 酒喝完之後 真是醉嫁 三分鐘 三分鐘都喝醉 是積練的 煙也不會吃到 溫溫溫溫的 所以香港政府真的要想一想 所以那晚也挺好 氣氛也不錯 也宣佈了 萬必 陳志全先生 厲害 香港人網的CEO 香港人網的CEO 以後就要為香港人網找生意 現在是正舍的 只是給錢的 也要找些錢回來 我們要出雞了 7.1 7.1遊客 7.1大家要參與 我想香港的市民 各位網友 7.1真的要出來走一走 為什麼呢 我們經常都說 中國人 用腳去表示意見 要走出去 要不就走路 要不就走路 用腳投票 走到美加 要不走不到的就上街 上街 我們用腳去投票 也是用腳的 顯示一個市民 不同階層都是這樣的 沒有錢的那些 或者走不掉的那些 就用腳去走出來 告訴政府 用這種雪筆 如果是有錢的 就直接離開香港 可以二萬 有錢的 總之腳是一個 好像是我們 人網和人民力量 都好像自己另打了一條隊 是呀 人民力量會準備一條特隊 希望在中段那裡 中段我們就不用 去年是走 去年那時候我們幫人走尾 所以我們希望走到中間 走到中間 我們都會設一些籌款站 找一些水腳 人民力量當然 年底我們又要選舉 有很多活動 推幾十個人出來選舉 再需要錢 這個真的都要 大家支持一下 說起錢 7月10日 人民力量真的要籌錢 籌期 好像搞八十位那麼多 是呀 希望能夠聚取一些人 大家希望聚取一聚 當然可能找一些老友 幫幫忙 捐回多少 又有便宜又貴妃 貴妃就一萬二千塊 便宜的也三千塊 也要兩百塊一張 也要兩百塊一張 那些送菜我猜也不錯 那些送菜我猜也差不多 那昨天人網那些差不多 四團酒吧 希望各位網友 大家支持一下 支持一下 幫幫忙 你喜歡買一千塊一張票 一千塊一張票也行 你喜歡買二百五塊一張票也行 那時候可以跟麥先生拿票 另外有些東西要拍賣 好東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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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多少呢 實實找到的 找到一些好人出來付錢 這個才難的 大哥 找些好東西是什麼呢 你拿一塊肉出來 隨便 給他一個名字 說到天花裡醉都行 但是找一個好人出來付錢 就比較難了 不過說實話 如果有些花炮會那些呢 長紅 那些長紅 一下子 那塊紅布可以值十萬八萬的 對 但是政黨籌款通常都是 我試過一隻天后彈 我看到長紅十八萬多 其實是法布而已 不過那些是一年後付錢的 對 一年後付錢的 大家支持一下 好嗎 我們說一個 就是 軍閥宗 就是講軍閥 我們上次講 三個軍閥 這次我們講一個 新來八年 要講一些軍閥 因為軍閥對 早期的民國成立初期 影響很大 對 搞得也很混亂 軍閥後來 到現今世界 一聽到軍閥 好像有一個笑話 這些人是 搞局 好 有一個人 代表了一個時期的 中國的環境 我們講講一個叫吳佩夫這個人 這個要講 這個人就真是 錢興 你又試試講吳佩夫 有什麼來頭 這個人也挺猛的 吳佩夫這個人 如果在北洋軍閥來說 他是屬於直系軍閥的 他的盤地 他的根據地 就是在兩湖的地方 幾次大軍閥那個 這個裝束 是當時北洋政府 在北洋政府裏面的大將軍的裝束 以前那部戲 那部戲都是一樣的 大軍也是這樣 那些徽章掛到成真 也是 是 還是自己比自己的 吳佩夫 他站路頭角的 就說在這個 夕院戰爭裏面 他就曾經 在湖南大勝 同時有另一件事就是在五四運動期間 他是少數支持學生的軍閥 所以後來有些人稱他為愛國將軍 就是吳佩夫的一個特點 說起北洋軍閥的一般給人的感覺 都是比較差的 老粗 沒有讀書 然後是魚肉香聞 搶地盤搶水 但好像吳佩夫來講 就是在北洋系裏面 都相當明亡 不差的 是的 因為他本身也是一個壽彩 是 是一個文人 其實在北洋系裏面 舉個例子 徐世昌 曾經在五四運動期間 是做過大總統 其實他是漢林學士 而吳佩夫 也是一個壽彩 是一個文人 後來就是文人 然後就是松軍 文人之兵相當不錯 還有他又說三筆 對他比較來講 是一個 當時來講 我想當年社會的德是尊重的 比較青年 他生日有紀律 不外淺 又不怕死 又不向外國人低頭 一會兒我們會講一下 為何生不入租界 為何有幾個筆 還有呢 所有我們看到的軍閥們 都是三妻四妾 美女如雲 但是吳佩夫 從一而中只有一個老婆 有一個德國的女子 千里迢迢從德國 投下宗佛 他說我發妻形狀 如果發妻不在就把她罵了 發妻形狀 吳佩夫是不是有宗教信仰的 不知道啊 不過好像是沒有的 吳佩夫是基督教的 基督教是不是逢祥呢 逢祥是 逢祥肯定是 不過吳佩夫 不過他就在不一樣軍閥來講 是相當清廉的 而且被人覺得 他當時跟其他軍閥不同 怎樣不同呢 他第一打仗 是生思是足的 真的是衝鋒陷阱 衝鋒陰障形 第二呢 他也挺愛的士兵 因為以前那些北人軍閥都怒躁 那些兵去死了 然後就在那裡抽大煙 然後又打完仗 打完仗輸了 那就算了 贏了地盤也不要 地盤很高 就像貴州那些軍閥就是這樣 但是也有一個傳說 有一個日本特務 有一個日本特務 就是來勾引他 我一定不是川島方子 川島方子很男人婆 川島方子是中國人 本州人 那就勾引他 有些資料就說他 他制了 但是大部分資料都說他不制 制不制我們就不知道 但是始終來講 他只有一個老婆 叫做張佩蘭 這位太太從一而終 也是一個挺難得的 軍閥裡面算是一個難得的人 如果說了他 我們上一集也說到了 北洋軍閥 直系 院系 很多網友說 什麼叫直系 什麼叫院系 其實那些是當時中國的散名 直就是河北 即是河北省 遠是安徽 安徽 所以如果大家有朋友看書 北洋軍閥有很多個字 有一個叫貴字 廣東 廣西 廣西 一個字去稱呼 對自己什麼 月軍 廣東軍 廣東 省的古名 對 說到這裏 直系當時是馮國章 直系是馮國章 馮國章 當時是做了總統的 做了總統 就代了 麗雄 做總統 張勳復辟之後 代了麗雄做總統 當中就推動段祺瑞 國務院總理有很多爭執 現在中華民國的時候 一切開的制度 本來是總統制 完全是總統制 但是當時為了南不義和的時候 最後定了一個內閣制 內閣制即是國務院總理 總統就是虛位元首 類似虛位其實就是比較權力 他要給那個 總之什麼命令都要付處 就是國務院總理 你自己簽完名之後 你也要給總理付處 沒錯 如果不是 公民總統就走來走來走去 出不了門口 出不了門口 段祺瑞當然是不簽了 威風嵐嵐 待會我們會提 我們會提一會兒 為何張芬復辟 我們會提一提 然後我們先集中說 吳佩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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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仗 他打仗就是新鮮事實 剛才麥兄也說了 還有他真的都挺 如果給我現在看資料 這個人都挺矯情的 是 挺矯情的 矯情就是說 他有一次打敗仗 去到 有些地方官就招待他 擺到整台都是 雞鴨魚肉 他說 當然 他說我沿途來的時候 見到老百姓這麼苦 你們今天用這麼大的東西來招待我 我吃不下 我不吃 好了 令主人家就很尷尬 很尷尬 如果這樣看 我就覺得很矯情 雖然我不知道他的內裡是怎樣 但是如果從一些這樣的資料看 這個絕對是矯情的人 你說他做戲也行 你說他是真心這樣也行 但是他打敗仗 當然 敗軍之仗 敗軍之仗也吃了 大喜一盾 不如說回來 那時候的軍閥打仗很過癮 就是砌完就劃了戰線 砌完輸就輸就輸就贏了 贏就贏了 贏就輸就不是趕著追下去 對 同意 他就 輸了 退兵 那就走了 你不要這樣打了 有些就是下棋 倒地盤也有了 兩個頭太在下棋 打華掌 打那些叫天狗 天狗 兵在外面不斷打來打去 衝鋒陷阱 大軍閥那張戲 絕對是一樣的 輸了 輸了就設兵 設兵 派小兵去打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去打仗 那些軍閥很低 去打仗目的一件事 搶地盤 搶地盤就抽稅 是 抽稅 然後就為了 買軍火 買軍火又要錢 然後又要搶地盤 還有最重要的 為什麼當時他們那麼喜歡 去入北京 很奇怪 當時那些軍閥 大家就是跟縣系打 縣系又跟縣系打 直系跟縣系打 打來打來接著又砌縣系 砌來砌 他一樣東西 入主北京 入主北京就捧個人做總統 最重要的一件事 誰能入到北京的話 捧個人入到北京 就可以向外國借錢 這個借 北京政府 當然是的 因為當時來講 雖然1917年開始 中國南北有兩個不同的政府 但是外國人 都是 認北京政府為中國合法的政府 總之北京政府 扔印 就去外國銀行 就可以借錢了 認賬 可以借錢 日本也可以借給你 外國也借 英國也借給你 但是那些地區軍閥是比較淒涼的 就要在地方手掌 但是那些軍閥又是這樣的 有個不成民的規定 就是說 如果打輸了 就下野 下野就不用追殺 這樣入租界就可以了 君子之爭 君子之爭 很斯文的 他們打得很斯文 留著後路的 可以 這個吳佩孚也有一件很威衰的 他威衰到美國時代雜誌 封面人物 很厲害 這個 Times 多厲害 為什麼要找他做封面人物呢 為什麼呢 錢寧 因為當時來說 他跟英國人的關係是兩好的 因為他所處的地方是兩湖的地方 就是英國 兩湖絲就是長江兩邊 變成了跟英國的關係是十分之好的 第二他有愛國將軍的美誼 是 第三他也是一個軍紀嚴明 所以 在當時來說 美國人 就認為他 繼完世海之後 是可以成為第二個中國的華盛頓 所以對他十分之重視 這一點其實我覺得很有趣 當然他有很多勢力 我們說晚清的時候 外國全部在中國就佔了地盤 佔了地盤 然後 其實就 透過地盤大使館 請租界 然後去經濟侵略 經濟侵略 是 但是到了這個階段 一入了民國之後 初初元世海 民國元年到民國六年 結果就死了 然後一開始軍閥就 混亂了 混戰 他們呢 就怎樣呢 他們就只要跟地框軍閥 搞關係 搞關係 保護自己的利益 所有 所有軍閥 跟外國 都有勾結 但是吳佩夫 比較來的 是少的 青年 青年 但是 一生人 還有一些污點 是吧 他的污點就是 雖然 都愛民如智 也都愛惜自己的軍官士兵 但是竟然在1923年7月 2月 這個京漢鐵路工人為了爭取自由 就是人權 就像現在這樣 直舉行這個 就是京漢就是 北京和漢后 漢后 舉行大罷工 結果呢 他是鎮壓 也殺了很多 爭取自由 民主人權的一些工人 就是這個 歷史上叫做 二七大慘案 可以這樣說 有些人這樣說 軍閥始終有他的 局限性 如果我嚴格來說 有他的保守性 有些事情他是看不過眼的 他就一定 覺得你這幫人根本就是 擾亂 搞了一陣的 搞我地盤的 於是用武力鎮壓 就是大陸說 我們現在說 穩定壓度一切 只要你這幫人又說要什麼自由民主 那我當然先動了你 因為你要求自由民主 就已經令我不穩定了 殺了你就夠穩定了 你看 最近這個 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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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城掛錄 很出名的地方 賣荔枝 賣荔枝 新堂這個地方 新北鎮 一個人婦 擺地攤 給一些所謂城管 一腳踢進去 有一天傳出來 一天傳出來說 母子都 母女 母女當場就迷命 那些是四川人 村人 四川人 外省民工 以四川為售 差不多十萬個四川 民工在那裏 覺得你們 廣東人 欺負我們的民工 出來 四處 鬧事 罪眾 這些也顯示 那些人 所謂低下層 平時受到很多 壓迫 壓迫 有些小事 有一個林界點 爆發就爆發 中國也是很多 其實現在出現了情況 內地的報紙都有報導 就是一些 粵基層的組織 比如說剛才 謝卿所說 那些所謂治安隊 那些治安隊 不是公安 它是什麼呢 受傷的 它是負責 去維持那個地方的秩序 但是它又不是正式的 治安部隊 但是它有一點權 在地方上面 又未必管得到這幫人 所以這幫人的權 特別大 所以就可以 做一些 就是為所要為的事 就是 卡仁 你其實預見將來 如果中國 將來 我們這些 人民起義 擴暴 從這個 從這個所謂城管開始 因為城管老實說 剛才前天說 他們沒有權 沒有執法權 他們只是 警察 消防 有些民政廳 請回來幫忙 去做一些管理城鎮的事 他直接不是編席裏面的人 他只不過是什麼呢 他只不過是 相關的人 去幫忙做一些 即是 責務的事 即是外判一些人來幫你做管理 這些人拿著雞毛 那都是領治的 還有 最大問題 這些人是哪裡來的 這些人根本就是當地的流民 找不到事情做 沒有事情做 那些 好啦 你找了這群人 他突然間無緣無緣無故加身 是不是 當日 他研究三袖打人 當日我就是被人欺負的 今天我不找人欺負 我怎麼划算這件事 所以 你會看到 這些 無論是拆遷組 也是找些城管 你想想城管 在中國現在這個現金 搞了多少大風雨雨 所以 穩定壓倒一切 你就是因為有城管 所以整個中國都不穩定 你有法不義 所以 吳佩夫之流就會 覺得 你這群人 我既然找不到城管 我沒有城管 我就是為了 我自己來打開殺戒 這個是令到吳佩夫 留下了他一生人的 多大的污點 這個也是 當時軍閥的一個時代局限 因為你要求他是一個 很開放思想的人 其實他是有局限的 因為他對於 他當時也是軍閥 畢竟他對 所謂自由民主 沒有這個概念 沒有的 沒有這個概念 就是說你這群人上街 你在我地頭 我不動你 影響他的利益 於是 就會出現一些 這樣的行動 現在最大問題 當時軍閥 讀軍 觀念上大家 管軍 其實他管民政 管民政的東西 好像看片 大軍閥審 其實真的有權 管民政權 大哥 治軍而已 治民味 跟治軍一樣 拍桌子就拍桌子 開槍開槍 大小子 市民來的 大小子 但是他們的概念 覺得 你這群人在太歲頭上動土 我當然要動你 吳佩夫 都一生青年 他死的時候 都沒有什麼錢 是 最後呢 吳佩夫最後呢 因為 蔣正 最後就不伐 不伐一直打上去 最後就 打贏了他 其實他那時候 一生 就不入租界 是 結果他真的不入 他輸了 他輸了 都不走去避 日本人說 你 日本人請到去 你租界吧 他說我 我輸到貼地 我也不會進去 因為他覺得 如果進了日本租界 他會被日本人利用 他守著這一點 所以 在國民政府對他來說 其實都欣賞你這一點 雖然打贏了他 就是你骨氣 都是骨氣 骨氣 因為 因為 吃個包 吃個包就咬到骨了 包也有骨的 不知道為什麼 雞包就是 不知道什麼包 咬到骨 找到一個日本大夫來 幫他治療 結果就 治療了 好了 也有幾個傳言 究竟是 誰殺的 他死因 死因是什麼 有些人說 日本人是害的 就是 你聽我講話 趁他病就拿他命 沒錯 沒錯 這個呢 大陸和台灣的歷史學家 都贊同的 是 有些疑惑的 因為當時日本真的做了幾件事 是 因為日本人當時 其實在1926年之後 其實他是四處 日本人是找了一些 當時的一些軍閥 或者一些政客 部隊 去做他的傀儡 有些說是 國民政府特攻 毒死的 是不是 不過這個 我覺得 機會不夠 都打贏了 但是 當時有些報紙 都這樣寫 你知道 一個名人死了 自不然有很多謠言 是 有很多人去穿作附會 李小龍死了 都說有很多謠言 有些人說他還沒死 Jackson也有 有些人說他還沒死 一定有這樣的情形出現 好了 有些 又是 日本間諜 暗殺他的 總之 很多樣東西 而且你不聽我說 搞定你 但是他死了 剛才文童也提到了 死了 國民政府 雖然這個也是 敗兵之將 足以言勇 我根本不用你 但是 當時國民政府 都為他下半期致哀 就是國葬 國葬 下半期致哀 跟他建了一個 圓拱形的墳墓 圓拱形墳墓 有沒有 有沒有照片看 就好像天文台 我們看看 這個 袁景蓉 跟他太太一起合葬 合葬 整個敦營 這個是當時來講 是很常見的墓碑 就好了 很大的 到了這個 文革的時候 被紅衛兵 你知道在圓拱形 上面撥穿了幾個洞 你知道文革到那個環境之下 什麼都撥 什麼都來的 總之是 有一個帽油給他打 對 令到這個墓碑 這個帽都 挺驚風箱 到了2000年初 現在這個新做了 中共 中共也尊敬這位 曾經都為國家盡力的一個 將軍 跟他修緝好帽 他的位置在哪裏 今天 我又不知道 位置是 在哪裏省 不是雷鋒探嗎 雷鋒探嗎 是雷鋒探嗎 不是吧 很大的 我們一會兒 下一集我們再講 時間到了 一會兒再見